我們沒想過發展局出來說話 大家最大的關注是恐龍也關他們的事 所以今年份施政報告發展局的範疇很不發展 因為平時只是說做地 發展其他事不是很不發展 但現在發展旅遊也關他們的事 南大嶼有很多離島旅遊也關他們的事 北部的展覽館也關他們的事 恐龍發射剛剛也關他們的事 我們今早進來直播室的發展局局長令漢豪 早晨 我們先講恐龍 最初第一條問題真的要問 可能很多事物都想問 最初漁護署他們3月通知固跡辦 究竟漁護署的同事他們當初為何會懷疑那塊石頭 是和一些恐龍發射有關的呢 首先漁護署的同事 因為他們負責我們香港的地質公園 所以他們時不時都會去我們的地質公園的範圍 其實坐下石頭 看看有沒有什麼標本 其實幾年前他們在那裏做恆常工作的時候 他們就找到這些化石 始終漁護署的同事 我想他們真的有這個底 他看到這個化石 他覺得 懷疑 是有一些動物脊椎的化石 但是什麼動物 他們自己當時都不知道 沒錯 即是說 其實地質公園 漁護署同事會久不久 他不是去維護住他的安場 其實是看看有沒有新發現 所以他們久不久都會去看一些新的石頭 因為那裏沉積眼 沒錯 所以他們久不久都會有些石頭發現 其實地質公園的範圍很大 我沒有這個實質的數字在手 所以這也是他們恆常的工作 要維護著地質公園 還有看看那裏有沒有其他值得留意的地方 所以其實漁護署的同事 他找到這些化石出來 但他未知是哪一種植椎類的動物 是否真的是植椎類動物 他幾個月前 三月左右 他就知道發展局 因為我們是負責古物 大家剛才問為何恐龍的化石 會由發展局出來牽頭去講 因為其實巧古和建築文物的保育 都是發展局的 大家記得當時竟然來 都是發展局的下方 才有印象 所以其實化石 你可以說都是跟巧古出土文物有關 所以他們就找我們 而我們呢 其實剛巧我們在2022年 我們跟內地簽了一個框架協議 因為內地在這方面有很多專長 怎樣推動我們的文物保育 我們一找內地 他們介紹了專家給我們 真的有這個古籍椎研究所 很專門的 所以立刻派專家來 所以專家也不是立刻看就知道 都要抽一些組織去發驗 然後在八月就確立了 這是恐龍的化石 由幾年前一步一步推到去 最近八月才確立 原來真的跟恐龍有關 沒錯 他們拿了一塊石 回到內地去做化驗 沒錯 拿的時候不知道是什麼 當然大家會很珍重 小心處理 化驗的過程 昨天在記者發佈會 專家也跟大家分享 其實真的好像要拿一些切片出來 拿到像頭髮那麼幼細 放一些超級的染眉鏡上 看到骨骼的形態 跟他們本身有的恐龍研究資料對比 就確立到恐龍 但是昨天專家跟我們說 是哪一種類的恐龍 都不知道 都還要繼續在赤洲 應該還有這些化石 他們再找多些 以及跟大灣區其他城市 其實都有出土過這些恐龍的化石 或者恐龍蛋的化石 他們再配對 希望將來整個景象如何來得清楚 剛才你說的是不是也有一個合理期望 現在赤洲島的範圍就封住了 是不是一個合理期望 在那裡應該可以找到更多呢 沒錯 其實初步已經覺得會有更多 但有多少就要再上去看 可能跟大灣區砌一條恐龍出來 我有這些部位 他有這些部位 就是亂說 一小時生活圈 我也不知道他在哪裏居住 可能會有更多這樣的發現 局長你覺得 在香港找到一些恐龍的化石 對我們來說有什麼重要呢 我想首先 從研究歷史的角度 我想大家都很想知道 我們香港這個地方 我們不要說幾年前 或者幾十年前這麼簡單 現在說千多萬年前 一億 一億四千多 年前究竟是什麼狀態呢 其實讓我們有無限的想像 研究歷史的空間 原來可以是這麼闊的 另外我想如果是短期 短中期看 歷史的研究 我覺得是面面不絕 都可以研究下去的 但是短中期來說 既然我們找到這些寶物 我們怎樣去用好它呢 當然是會有一些展覽 不單止是這麼展覽恐龍化石 你應該構建一個故事出來 告訴我們的市民和其他的訪客 知道在華南地區 原來恐龍的故事可以是怎樣的 我們昨天也提到 我們希望有一些活動 讓有興趣的市民 親身可以看到 原來一個這麼專門的學問 你找到一些化石出來 你要清洗它 你要修復它 是怎樣做的呢 其實遲些 專家他們希望12月 現在他們先去赤州 盡量拿 拿得多少 拿了回來 希望12月 都有這些我們稱為清修的工作 就是清理它和修復它 到時希望市民 真的親眼看到專家怎樣做 其實這也是一個學問來的 有沒有一個時間上面 有什麼規劃 會多久才找到更多資料呢 現在我們和專家口中得知 他們希望都是明年之內 他們有一些更深入的研究 在他們的學術 在學術裏作一些法報 但是如果你說構建大灣區 其他城市處 連起恐龍的故事 我想這些就要我們 專門做這些文物保護的同事 和我們大灣區其他對口單位 其實我們拆剪 這些叫做 你怎樣策劃一個展覽 因為好像你這樣說 你做這樣一塊石 是不吸引的 你怎樣說個故事才重要 或者砌出來 雖然現在圍封了 不能登島 但也不用呼籲香港市民 因為很多人很有興趣 可能生態油等等 其實都已經搭一隻船 在赤洲島附近 又先看看 有沒有什麼呼籲 他們要小心的呢 甚至是怕不怕 有人開始想透過一些發射呢 我們現在 昨天公佈了會封的島 其實是有執法部門 會協助的了 現在其實警方 會在附近的水域 都幫忙守住的 但是除了執法 我昨天也有呼籲 現在也繼續呼籲 我們很熱衷這件事情的市民 不要嘗試這段時間去走近 因為也是會騷擾到專家 在島上做事 騷擾到專家 不是騷擾到化石 沒錯 騷擾到專家 第二就是 大家要知道 那個島附近的水域 海浪是大的 其實那個島平日 是不會有人上去的 除了你是 漁護處的專家 他是地質公園 他要在那裡 維護住那個地方 沒有碼頭 風浪大 也都是有一定的危險 你上過去沒有 我自己沒有上過 因為如果我現在說要上去 我想我的同事 他們都會很擔心 因為其實真的不希望 騷擾專家做那個工作 但是做完出來 其實那些地方有的化石 恐龍化石 我們會盡量 希望拿出來了 大家亦都無需去再上那個島 反而是來到 在我們第一次的拆展 就近距離看到 其實這個現在拿出來的 這個小範圍的化石 明天開始都會在探知館 市民可以去看到 哦 這麼快可以看到 你只是看到目前這個樣子 還有一些初步的研究 那個顯示 可能就是我們昨天新聞發佈會 講的訊息 但是如果你說要整個 詳盡一點的故事 等於要讓時間專家再研究 以及我們再拆展 都很肯定那裡一定找到更多 所以今天其實就是在文物探知館 才有個講座 專家都會講解一下 沒錯 公眾開放就是明天 沒錯 留意著時間 但是都說多一句 市民星期五 即明天 如果去到文物探知館 是有什麼看的 暫時 就是看到我們 今天大家在媒體 可能在報章看到的 就是那個化石 真的原狀的一塊化石 放在大家眼前 還有可能有一些圖片 就是過去這幾個月 專家他們工作時候的一些相片 或者專家現在想像 或者估計可以是什麼的恐龍 有些圖片 即實物就是這個化石 這塊石會放多久 我們現在暫時都希望 一直放在這裡 專家不需要再在這塊石上做些功夫 因為他要拿的 他已經拿了 所以現在可以展覽給大家 他抽絲剝尖 做到頭髮這麼小去驗證 不用整塊石拿去 肯定那塊石和我沒有關係 大家可以掌知識 有興趣的可以了解多一點 特別帶小朋友去看 其實我知道很多小朋友 兩三歲開始很喜歡恐龍 懂得說所有恐龍的品種名 很厲害 但你告訴他 原來你生活在這個地方 原來有過恐龍 這樣就另一回事 立即學多一些恐龍 是不是可以把赤洲 又發展一下另一個旅遊 但我們又想補華 要想一想 赤洲應該就不會了 它是我們的地質公園 另外一個議題 另外一個議題 講了第二個館 講完文物探知館 對 講了第二個館 展覽館 這個就是北都的展覽館 有沒有想到這麼大的聲音 這麼多爭議 為什麼你要在一個這麼旺的灣仔區 建一個展覽館 提示我們大型的發展項目 因為我們接下來都有好幾個大型發展項目 首先講的是北部都會區 接著有交以洲人工島 一直以來我們聽到有很多建議 既然你做這麼多大型的項目 都是未來香港的策略增長區 必然你找一個展館 好好地展示給市民和訪客 知道香港的前景 有這些大型發展項目是怎樣 所以整個構思是這樣來的 其實過去幾個月我們都有問過一下 地我們一定找到的 因為我們現在不會說不夠地 放在哪裡好 因為我們有很多做地的項目 所以選址是有很多空間去談 我們之前問意見的時候 我們主要都是問 你覺得我們放在北都好 還是放在我們現在市區 已經發展了一個地方好 其實兩派的意見都有 放在北都 北都就是那個策略增長區 你放在那裡很配襯 另外一個意見就是 北都因為我們現在想著 是希望快點起到它出來 2027年左右就起到出來 其實北都那時候還是有很多建築工程發展 如果你說來香港的訪客 他們會不會自己走去北都呢 可能多些都是在我們這一邊去金子晶廣場 去會展 順便提醒 對,從這個角度我們就覺得 咦? 擺在我們現在提議 灣仔北演藝學院對面的地方 有它的道理 所以我們就提出來擺在這裡 你說今次我們在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 其實因為我們是拿新田科技城的工程撥款 這個展館的撥款我們也放在裡面 大家可能會說 是不是好像駁了毛 我看到有些媒體說我們駁了大毛 然後放下去就不夠 其實不能駁的 因為我們擺在這裡 就預料大家會看 還有去到公務工程小組那些 就越來越看得最早 你博現在的人看 不會 你知道有些人比較冷 沒有 我們自己主動說 所以其實這裡希望大家 不要有這個疑惑 我們很坦誠的 所以我們都即時說了 不要緊 大家不希望我們這樣放在同一個撥款申請 我們拿它出來 我們正正式式有另一個申請 跟議會和市民交代 我覺得我們已經說了 我們會做的 其實現在盛下來 那天議員給了 我自己覺得有兩個意見 我們需要參考 第一 仍然有兩派的意見 我真的覺得這樣 你放在北刀 你有多少人去 你要計算一下成果 如果你真的用六億 假設一會再談錢 六億起了 你放在那個位置 你要特意載大家去才會去 我覺得不會有人 例如一個遊客來到香港 我特意乘車 以及交通配套 可能還未完善 我怎樣去到那裡看呢 到時的旅程會很低 有看的人會很低 所以如果作為一個展覽館 你吸引人想知道 北刀的發展是怎樣的 其實你選擇在一個旺的地區 是沒有一口非的 我自己覺得 我不知為何有人會覺得要在北刀 我做樓盤廣告 即是示範單位 示範單位都不會在那裡 你全部都放在另一個位置 都方便你自己 去來去去都是那幾個位置 但有另一派這樣說 你放在旺的地方 展城館就是很旺的地方 但極少人去 旺了 但類似的東西 原來都沒有人去 我真的沒有去過 你也不會去 我不知道他有什麼看的 大家提起展城館 其實這也是議員幾天前 有一個好的提議 我覺得他們提得對 展城館現在是展示 我們香港的一個規劃歷史 為何剛才我們這樣呢 我們就在你面前展示一下 不同的各派的說法 其實是 新聞回來之後 讓你詳細解釋一下 好 大家一起在晴朗的一天出發 馬上按讚、分享、留言 再在YouTube按下小鈴鐺訂閱 想隨時隨地聽回精彩節目內容 快點訂購商台節目重溫 到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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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談 我們先把牌子 再支撐